人类的颈动脉斑块是怎么长出来的? 好多朋友对这个问题非常想知道 今天大家跟我一起看张图片 大家看,其实这张图片显示的是一位女士的颈动脉斑块和血脂 大家看底下血脂里头有个低密度脂蛋白 实际上这个物质就是形成这种动脉斑块的基础物质,核心物质 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它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它不重视 因为好多人在当地,比如说血脂高了,体检完之后 拿去甚至找医务工作者看,都说这没事 这少吃点肉,多运动运动就好了 实际上这是个常见的误区 为什么呀? 因为对于40岁往后的人,或者说45岁往后的人来说 很多人这种血脂的控制不能依赖于运动和改善饮食 不能完全依赖于 很多人实质上它这背后反映的是代谢的问题 就是代谢血脂的能力降低 这个时候就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除了改善生活方式,就是运动 少吃这些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酸的食物 还要注意有些人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降脂药物 而这种降脂药物使用过程当中 当然好多人还需要监测一些不良反应 是不是有转胺酶的升高,基酸基酶的升高 甚至有的人要关注血糖 但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达标 整体来说收益大于这种不良反应的风险 那什么收益 如果说你把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以内 比如说普通正常成年人 我们不让它低密度脂蛋白不超过3.9 也就是4.0这个范围 而对于这种高血压患者不超过3.4毫米每升 糖尿病患者不超过2.6毫米每升 而对于这种危险因素多 甚至诊断了心脑血管疾病的 甚至要控制在1.8毫米每升以下 甚至严重的要控制在1.4毫米每升 当它低密度脂蛋白控制达标了 好多人的这个周样斑块就能得到控制 我最近也遇到一个患者 他就是因为两年前看了我的视频之后 他爱人就督促着他来找我看病 结果两年的这个血脂控制达标 现在呢以前的周样斑块从软斑也变成了稳定的硬斑 所以说我们一次次的在给大家做这个提醒 提醒什么呢 就是在提醒 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血脂 尤其是血脂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 它是形成动脉斑块的周样物质 对于40岁往后 45岁往后的很多人来说 不能单单的说少吃肉多运 这个时候很多人呢还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配合专业的治疗 尤其是改善生活方式无效的这些人 希望张大夫今天的介绍能够帮到手机前面的朋友们 尤其是关注血脂健康 关注心脑血管健康的朋友们 大家呢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好 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让更多人受益 当然视频下方 这个远离高血脂 这个医生教你怎么吃专栏课的 张大夫也给大家讲了很多这样的视频 里头大几十个了 大家可以进去仔细看 仔细读完呢 相信您会有更大的收获 好了今天说到这儿吧 大家觉得好 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张大夫 感谢观看